十多名平邪村民 连同多个关注团体 在一个论坛要求政府撤回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有受影响的居民质疑 政府无咨询 我们不是很高文化 我们老人家有些不知道 你只是给乡委会知道 那乡委会是卖地的 他们会不会通知我们的非原居民 会令到我现在根本上 我们全部都是这两个月才知道 这个咨询 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这个咨询呢 你要规划 你可不可以贴这些纸 去我们的非原居民的村落 说给我们知道 现在我才知道 我们这条村要灭穿 我们将会没了家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候任立法会议员范国威 就和北区区议员刘国芬针锋相对 你赞成要延长的咨询 你要赞成撤回的咨询 因为政府坚持是要这个月的月底 这个月的月底 要终止一个咨询来说大话 都是边境发展规划及咨询 落马洲河图规划及咨询 新界东北规划及咨询 香港2030远景规划等等 很多其实是四个不同的咨询 不过你现在是混在一起说 其实你有没有搞清楚 这四个咨询是不同的咨询 民建联你们是有份建议给政府 加速这个新界东北的融合 被打通的08年的文件研究报告里面 已经写得很清楚 规划处助理署长李启榮说 有关的规划及工程研究 早在18年前已经展开 亦有分三个阶段咨询 已经透过不同渠道 例如是寄信给持份者 和偷光网站发放规划资讯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周静雯报道